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两个人走不到一起 但是我们分开了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 我现在是伤透了心 万念俱灰 现在我就是想知道他怎么想的 如果他执意要分手 我愿意从此以后天各一方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小超 21岁来自郑州公司职员 来 有请小超 有请 女嘉宾小文 24岁来自郑州公司职员 有请小文 有请 欢迎两位 主持人好 好好好 谈了几年啊 一年半 一年半 分分合合了几回啊 大概有五六回吧 上一次分手在什么时候啊 前两个月 前俩月啊 为什么分呢 就是我俩每次吵架的时候嘛 他要么就是不说话 也不反抗 也不跟你交流 不沟通 要么就是 不管什么问题 就承认是他的错 我根本就不知道他错在哪 然后他也不说清楚 我让他说 我说你说你错在哪 他就不说 然后就吵着吵着 然后他就沉默嘛 沉默就不吭声了 沉默也不行啊 认错也不行啊 但是那个时候 都出现问题了 要解决嘛 只有沟通才能解决 你不说话 怎么沟通 那怎么才能解决啊 那我不想着你 当时正在气头上 我跟你说话 你肯定要不理解 对不对 我想等你气消了 然后我再去跟你沟通 行吧 那说说曾经发生的事吧 有一次嘛 我俩约好的 就是周五那天下午四点 然后他回来 我们一起去逛街 结果他就过了那个点了 跟我说 他说他客户来了 然后有客户 我说那我等你吧 快八点的时候回来了 搭了这个脸 客户没成功 然后好像就怨我一样 就怨我吹他了 我不是怪你 当时我跟你说了 可能晚会回去 这边有客户 然后他等我回去的时候 他都很生气 你知道吗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生气 那我生气的时候 你就不知道哄哄我吗 那女生本来就是要哄的吗 我生气为啥呀 你不守时 当时我跟你说了 可能晚会回去 那你没道歉呀 你态度就很不好 你搭拉着个脸 你撒意识啊 你就怪我呗 最后怎么着了吧 别在这儿再争长短了 最后怎么着了 这事 最后我俩就一直吵嘛 吵 然后他也不承认是他的说 然后 我肯定也生气啊 然后我就把他微信 撒了嘛 撒了 然后我就拿着东西走了 走了 走了 让他那个时候 难道不应该追上去吗 如果他内心有认识到 是自己的错的话 我怎么觉得你全是自己的内心系啊 你难道不知道你错了 跟我道歉吗 你难道不知道你要追上来吗 我的意思就是他如果追上来的话 我就不走了嘛 那不是还在气头上吗 两个人 走没走 走了呀 然后等着他跟我打电话 结果他也没给我打电话 心里面就已经放弃了 然后他就微信加过来了 我以为就是他会给我道歉嘛 你看他内心系全是我以为啊 行结果呢 他大段文字大段文字的发过来 竟然是抱怨我没有理解他 我就 没理他 那段时间然后就冷战了嘛 大概有半个月吧 半个月 他就又来找我 我也感觉就是还有感情嘛 挺割舍不下的 然后我就同意了 你就是让人哄吗 还有什么事啊 肯定就周一到周五的时候是工作日嘛 周六日 然后就是放松的时候 所以我跟他期间约好时间啊 然后我们一起去逛街嘛 但是他周六日的时候 他还不忘记他客户 我们俩一起去逛街 走着走着 然后就找不到他人了 我发现他正在跟他客户打电话 他手机响了 他就走了 就也不跟我说一声 就在他的心里他客户还是比较重要的嘛 不是我客户 他根本就没有我的位置我感觉 我感觉他就一点都不考虑我的想法 这是他错了 就每一次我们逛街的时候 就人家情侣都是手牵着手走路 然后他个子比较高嘛 然后我个子比较矮 他就非要 非要搂着我 我不想那样 我觉得那样很难受嘛 然后我就跟他说过好几次了 然后每次出去逛街的时候他还是习惯性的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你帮我搭一下我看一下 我看到你什么让你姑娘这么不舒服 可以吗姑娘 来来来来来来 我看一眼 就这样 不是这样 他就是这样摟 不是挺好吗 这样摟着我怎么走路呀 我走路可难受了 啊回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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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我的天哪这姑娘 就这样也不行是吧 那我可以牵手吗 我说了可以牵手然后他就是觉得牵手不舒服 你看我搂着他他说不行啊是不是 我那就跟人牵着手啊 牵着手不是 我太低了这意思 不是 是你说的他太低了还是他自己理解的 你知道吗 他自己理解了 我没有说他太低了 我就说他内心系特丰富 全给自己加戏你知道吗 他就是说他 他说过牵手不舒服 那不就是因为我太低了吗 不然为什么会感觉到不舒服 啊这是你自己这么解读的是吧 你为什么觉得牵手不舒服啊 就是 就搂着也挺好的吗 不是吧 我我感觉搂着挺舒服 哎呀就这么点 这这这也是代表他不爱你了是吧 就逛街的时候吗 然后 我感觉就是我自己在演独角戏 我俩一起逛街 然后人家情侣买东西都是成伤成对的吗 就在那边挑东西 然后就我自己 然后在那边买东西 他自己在旁边玩手机 这是怎么回事啊 刚开始说摟他的时候 他不是说不让我摟 他说在公共场合 然后行了就注意形象啊 我就是想着你 你要是故意形象的话呢 咱有保持距离吗 不是啊 我不是说让你保持距离 我只是让你表现得绅士一点 是不是 哦 这个买东西的时候 应该怎么是绅士呢 在你的内心的理解里 买东西的时候 人家情侣 起码是两个人 不说手牵手 起码是肩膀 挨着肩膀吧 不是挨不到啊 有身高差啊 对吧 挨不到啊 但是起码得 跟我站到一起吧 啊 他又站到一米开外的地方 自己在那边 自己低着头玩手机 是吧 对 你呢 我在那边挑东西啊 但是我心里面很难受呀 那你把他叫过来 你说帮我参考一下 不就完了吗 我当时我看到他玩手机 我火气都上来了 因为我跟他说了不止一遍了 啊 让他还那样做 行吧 就逛街也逛得不舒服 是吧 啊 行 还有别的让你不舒服的吗 姑娘 我感觉他 总是胳膊肘往外拐 啊 你说我俩是男女朋友关系 对对对 假如我跟别人发生争吵 他是不是应该站在我旁边 就是站在我的立场上 这分情况吧 就有一次我俩就逛街 逛到很晚嘛 那时候是就是 九点半就关门了 在那边 然后我们就往外走 有那个安保在锁门嘛 那时候还不到九点半呢 然后那个安保就锁门了 然后我当时走到那个大门口 我不想 不想再绕回去 他非要让我们走后门 啊 那后门离我们家太远了 我不想走 然后我就说我就要走正大门 我说这时间还没到呢 但那个安保的意识就是 不行 他说我现在已经锁门了 你就得走后门啊 那人家都 把那个大门链都揽上来了 就他说那个里面那个门了 你再让人家开开 他可以再撩上去啊 那撩上去又不费劲 那我们走后门我们不费劲吗 啊对对对对 那人家都锁门了是不是 在走后门 让他走后门了 那你跟我坚持一下 他不就开了吗 那个那时候那个安保 他刚开始的时候 态度还没那么强硬 就是因为你在那边不说话 他看到你男朋友也不帮你 然后他就 他就态度很强硬 你们走后门 啊我想着走后门 也可以是不是 又不是不能走 那边路也挺好的 那都逛了一天了 你不累吗 能 能少走点路不好吗 行最后最后结果呢 我当时生气了吗 我说你为啥不站在 我的立场上去说一句话 你看人家锁门了吧 因为那时候那个安检人 走了吗 我们还没走后门 我们俩就在那边 然后我就说了他几句 他当时又是不说话吗 也不反抗 也不沟通 也不交流 可是那你希望 他怎么着反抗你呢 他可以跟我说出来 他为什么不站在 我的立场上 去坚持我的观点 好吧 他刚才其实已经说了 你听明白了吗 他觉得你这样做 会给那个工作人员 带来很大的麻烦 所以他觉得 我们自己绕一点圆路 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就这么个想法呀 但是那个情况下 他明明是可以不把那个锁锁上 然后可以直接撩开的 就那么简单的事情 我觉得一点都不麻烦 那是你觉得呀 那人家都锁上了是不是 我觉得我们走后门 其实也不麻烦 当时 你就别裹乱了啊 他又跟你急 行 接着再往下说 如果你不站在我的立场上 是吧 去考虑这个问题也就算了 是是是是 你还不细心 我生病的时候 发高烧 39度8了 我烧了就两个腿 就不能下床 就只能两个眼睛 看着天花板在床上 哎呀 这烧的浑身瘫痪啊 这是 他那个时候就 看到我很难受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当时我就想 你就不知道去拿点药吗 那你跟他说 你说拿药啊 我就跟他说了呀 我就看他就是 不知道干啥嘛 我说你去给我拿点药 然后当时是因为 新搬的房子嘛 都对 他对地形都不熟悉啊 然后我就等了他可久 新搬的 你们搬多大一house啊 这地形都不熟悉 就是我让他去 去附近的卫生院拿嘛 就是出去买药嘛 说清楚 你看你这表述啊 然后他就出去拿了 然后 我等了他将近 一个小时 然后他回来了 回来了 回来了 我发现那个药 根本就不符合我的症状 哦 怎么发现的呢 我打开那个药 我要吃的时候嘛 我发现那个 退烧片 就是 只放了一个 啊 一般高烧的情况下 他第一天吃的时候 他要 要想要 要快的话 应该吃一个半嘛 然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这药不行 不 你凭什么就说 这药不行啊 发烧发这么严重 他就包了一个退烧片 这肯定不行啊 你先吃着 我再给你拿半片去 不是 他没这样说 然后他也不知道怎么办 你知道吗 然后我就想 你这点常识都不懂吗 你活这么大岁数了 你爸妈 得得得得得得 别骂人啊 我也不懂这常识 不是 我没骂 大夫说一片 就应该是一片 我没骂他 对吧 因为这 这道理这个退烧药 是什么类型的 是作用于什么的 咱都不知道 咱可不能就 自己那个想象力 就想上了 后来我俩就一起 去了卫生医院问 然后因为那时候 我就生气嘛 一生气 然后 还是有力气 不是 我是生气 我就非要跟他 争个长短嘛 我就去卫生医院 我就跟那个医生说 我说 我说我发烧发这么严重 你就给我包了一个药片 能行吗 我说我平时 我在家吃的都是一个半 他说他没说呀 他就说 感冒发烧拿点药 我要知道你发烧 发这么严重 我肯定给你放多点 大夫又给你开了药 证明你是正确的 对啊 结果药没吃 你的病好了 我吃了 你没吃之前 不就能下地走路了吗 那时候是 我很 他牵着 他背着我过去的 然后呢 然后他就没话说嘛 一般他都抬不过我 对对对 然后就是 我是正确的 抬是什么意思啊 就就抱不动你是吧 就抬杠嘛 哦你知道 是在抬杠啊 嗯 那还有什么好抬呢 都抬杠了 还抬什么呢 咱们在这儿 诶 这么不顺心 给他踹了不就完了吗 分手不就得了吗 何必苦着自己呢 我俩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嘛 嗯 咋了 就是我感觉 第一次见面 怎么又要哭啊 怎么了 我感觉缘分这个问题很奇妙 然后就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就感觉这个人是和我一起走下去的那个人 然后他就追我大概有一个月的时间吧 然后我就同意了 然后 昨天发生的问题 我感觉都是小问题嘛 都是可以解决的 哦 所以你哭 是哭我说的 你们不如分手算了 是吧 是哭在这儿了 你看我没弄懂 你说了我就听明白了 呃 他温柔吗 温柔 温柔啊 嗯 但我听着好像不老温柔的 不是什么事都需要 喜欢跟你抬来抬去吗 我 我就喜欢抬高 这男朋友不是挺好的吗 哎呀 各花如各眼啊 我问问 脾气爆吗 他 还好 还好啊 就是他急了他会动手吗 嗯 有的时候会 是打你吗 还是摔东西 嗯 打我吧 你还打人呢 很正常 三他一巴掌而已 因为他真的很气势啊 就是 就是说话说的就是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根本就 就没办法就是跟他 解决问题就了 所以你要动手是吧 啊 经常打你吗 不是啊 那没啥打过你 有一次他带着他生意上的一个朋友 一块去吃饭我们三个人 然后当时我刚下班回来 就那种风尘扑扑扑的那种感觉 对啊 没怎么打扮 然后吃饭的时候 然后就我 可能说说话了 然后他那个生意没有做成了 啊 没有做 没有谈好 他就很生气嘛 不是 您这什么买卖呀 还要看男朋友呢 不是 那时候那男性朋友要过来 就是请我吃饭嘛 啊 就说聊一下未来行业前景 我就害怕他担心嘛 就是多想 我就带着他一起去 啊 你说咱俩在一起的时候 你打扮得很随意 是吧 也就算了 但是那天我 我就跟他提前都说了 要见我朋友 我让他稍微的 就是弄一下嘛 不用说太正式 但是也不能说太邋遢 是不是 啊 但是 他就是头发你知道吗 都不整 我就让他 没有跟我们 在一个桌吃饭嘛 我说你去旁边吃 因为那个时候是自助餐 干嘛呢 我俩在聊呀 在聊我 那你让我去干嘛呀 我让他去就是 为了见一下我这个朋友 放心嘛 哎呀 你这个内心系好丰富的 后来呢 后来然后 就是去送我那个朋友的时候 我帮 那我那个朋友就是 他 算是发展的比较好的 然后卡了一辆 上百万的一辆车 然后 他看见就 就心里面 不舒服嘛 然后就回去就跟我生气了 我都 我都说了 我说 带上你就是为了打消你的顾虑 结果你还是跟我生气 是不是 我就心里面很难受 我就不知道 该 怎么跟他继续 好好好 我来问问 你们双方父母知道你们这点事了吗 知道 知道 爸妈都见过 爸妈都见过啊 嗯 什么印象啊 他父母对你印象怎么样 我们家农村的嘛 不是很富裕 不是 很看好 然后我爸妈对他挺好的 你爸妈觉得他好 嗯 他爸妈觉得你不好 没有 也不是不好 因为我们家是 知识分子家庭嘛 就我爸妈就说 家庭条件不富裕的话 两个人在一起打拼也蛮好的嘛 啊 什么防止策势 就是在以后就是两个人一起努力的话都可以有 这挺开明的 对啊 但是我爸妈的意思就是如果能在结婚之前有有车有房当然会更好是吧 然后他就觉得心里面有压力嘛 因为我是打算要考研究生嘛 啊 你现在是本是吧 对啊 然后 我就跟他说 我说我将来肯定要考研的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说你一个女生上那么高的学历干啥 你什么学历啊 我是高中啊 那我爸妈是 就是我们那边结婚找 然后就想让我早点结婚 你才21啊 我现在24岁 他21岁吧 我考完研究生也就25 26岁 然后我说那个时候你刚好可以咱俩可以结婚吗 正好的年龄 为啥非要吹那么急哦 你是着急结婚是吧 不急不是我着急就是我我爸妈着急你急不急 有点 有点急你着急取是这意思吧 对 那你跟我说说为什么每次你跟人吵架的时候老不老不出声呢 就是他每次的生气都坐在气头上 我想等他等到他气消了然后再去找他谈这个礼了 我想让他说 然后就不能是我自己一个人在这 所以你是恨他的态度呢 还是恨他的这种处理方式呢 处理方式和态度都需要改进 都需要改进 如果他的认知就是这样的呢 他的天赋挺好的 很聪明 他的发展空间很大 不可能说认知就是在一个水平 而且他 所以你是希望通过你对他的帮助 在生活里的细节帮助他提高 对不对 对 所以恨铁不成钢这个词在你这儿应该是一个 特别能体会这个词 特别合适用在他身上 是吧 这个还想再处吗 肯定是想继续走下去 不然 行 听明白了 用情很深对不对 可是对方不理解是不是 对我感觉 我在他心里的位置就是 没那么重要 如果他重要他应该听你的对吧 如果他重要他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改变了 是吧 一头雾水的吧 是他每次生气 我都不知道为啥生气 你是真不知道对吧 对 因为一件小事 是不是 行吧 这都是生活中的小事 我这生气了 我犯不上了 真是的 咱们听听老师们怎么帮你们分析 好不好 掌金掌金 行了 别哭了 听听老师的分析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温卷 小伙子 你说句心里话 在你女朋友面前 你是不是有一点压抑 有点茫然 甚至有点不知所措 有 你生气了 你和他吵 他说都是他的错 在我眼里 这是一个男人的美德 这是牵浪 你 让他知道自己的错 请你告诉他 他错在哪里 否则的话 你就是无理取闹 我跟他说了 他错在哪 但他不承认啊 他说他错了 那就可以了 因为现在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听到现在 在很多地方述我直言 你是把自己的无理当真理 你说的都是对的 但是这当中我也看到 你确实和男生比 你有家庭优势 你有学历优势 这两个优势 其实你无形当中 时时在显现 时时在发挥着这样的一种作用 所以 我没有 我没有在他面前 对 你不要给我抬杠 我抬不过你 但是 你的很多的行为 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感觉 所以我想告诉你的是 恋爱是一种很美好的事情 这需要双方之间 相互平等 相互尊重 相互放松 所以你今天也教了我们一个道理 爱情要放松 真的 姑娘 放松一点 好 谢谢 谢谢波红兄 来来 苏老师 我们经常说一句话 说这个特别能作的女人 是一所学校 但是当这个男人 学有所成之后 再也不想回来了 所以姑娘 你知道你现在行为 其实特别可怕 你现在是在帮别人 培训老公呢 也就是说你把现在 教会了她细心 教会了她在恋爱当中的 各种的套路 该怎么处理 教会了她怎么安慰女人 讨女人欢心 但是 如果现在你老是这样的脾气 你不调整 不改变自己的话 当她真正有一天 变成了你所喜欢和希望的那个样子 我相信她不会留在你身边的 我也就 就是很担心这个 你也很担心这个 那你为什么不调整一下自己 让她感觉待在你身边 自己还是一个可以 被鼓励 被喜欢的学生呢 她现在喜欢你 爱你 是因为你们两个人刚在一起 也就一年的时间 还没有走出热脸期 但你想想 三年五年 我们在一起快两年了 好 但是你想想 假如有一天时间更长一点 五年七年到了感情的疲惫期 然后你觉得你自己的地位 你再这么做下去 不会受到挑战吗 甚至我觉得这段时间 你们俩分开一段 好好考虑考虑是好事 好 谢谢苏 来 许总 女孩 你看好你们之间那段感情吗 我要是不看好的话 中间分分合合的时候 我就不会跟他在一起了 我感觉我这个人 还是挺明智的吧 你真的是看好吗 其实你现在很不笃定的 因为如果真是你看好这段感情 这不可能分分合合五六回 这不可能你让对方看不懂你 同时你也不懂对方 你很着急的去说 我那时候跟他分手 我就是想跟他一点教训 不是说要真的分手 不在一起 你不是想给他教训 你是想让他变得能够更加的懂你 你一边在让对方懂你 一边你要做着让对方不懂你的事 比如说周末 男朋友在因为创业 现在创业阶段 接到客户的一些电话 这是上进的表现 为什么你会理解为你不来陪我 那可能约会迟到了 也是因为客户的原因 这个都不能理解吗 而且你也不愿意把自己的心 真正的用在他身上 去懂这个小伙子呀 我 你不要我说一句 你就说一句行吗 你听我 他行吗 我没说 他是专业抬杠的 是啊 你就把生活当中 你对你男朋友这种模式 已经用在了我所有的这种对话上面 你等自己都不知道了 你们这是在沟通吗 不是的 你也知道 我们俩就互相抬杠 如果你们抬来抬去 他只有两种表现 一种说是 懒得抬了 不说话了 一种就是说 好 尽快结束 我错了 我真正错在哪 不知道 吵来吵去 结果只是分了一次又一次 分不开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感情 但是我们这段感情将向何而去 如果说都不了解对方 都不懂对方的感情 存在有什么意义呢 我觉得你们俩啊 浑浑顿顿的在过这段日子 为什么不分开都没有一个道理 你们有感情吗 有 可能是在一起的习惯 但是真正这段感情给到彼此什么呢 只是图天烦恼的一些事情 就这样 好 谢谢去总 来 涂老师 我们这一辈子 可能用了三四年四五年来学会说话 却要用一辈子的时间 学会如何闭嘴 该说的时候说 不该说的时候不说 你看 有一类女生就像你一样 当男朋友犯错的时候 她会有五连问 你错了吗 你哪错了 你为什么要犯错 你下次还犯不犯 再犯你怎么办 这就五连问 这五连问把男生逼到墙角 但事实上是把自己逼到墙角 你让别人不舒服 你不就是让自己不舒服吗 你自己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 不就是把自己放在火上烤吗 说白了 对于某一些会让别人难堪和不舒服的问题 你还要置一而为之的时候 你就是自己在羞辱自己 你自己没事找事找麻烦 你明白吗 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你不原谅别人 你自己也不会好过 当然我知道你刚才那句话想反驳什么 那我不可能不说 我忍受不了啊 不是 我想知道他内心的想法 我告诉你 想要知道对方内心的想法唯一的渠道是什么 每个人内心都有秘密 但这个秘密只向尊重秘密的人公开 明白吗 如果我不想告诉你 或者你总是拷问我 你问了也白答 我就是不想告诉你 即便跟你说了 那也是敷衍的回答 但只有我发现你是尊重我的时候 我才会打开我的心扉 我才会主动跟你说 我为什么不舒服 我为什么敷衍你 我为什么不想搭理你 但你老是这样去追问 以及应扣别人的门 别人愿意搭理你啊 别人看着你就讨厌吗 你为什么今天在舞台上 说了这么多你 认为是正确的道理 而且一直在装作一个像弱势的样子 却所有老师说的都是你 我们昨天还没见过你 以前也不认识你 为什么都说你 说明我们说的就是 我们所看到的理 而不是有固有成见的人呢 的确有一些男人 其实在承认错误的时候 就是女生还没说话 我错了 这是很敷衍的 一般来说正常的道歉 都是先狡辩一下 然后再认错 而最让人讨厌的是 认错了之后再翻过来狡辩 但是他是被你逼成这样 他有的时候就是认错了 你看你这人闭嘴都做不到 你看见没有 没有哪个老师在说话的时候 你不打断的 所以你先学会闭嘴 然后再学会 不要去麻烦别人 再进一步学会 不要去让别人不舒服 慢慢慢慢的 你就自己就舒服 否则的话 当你呈现在别人面前 就是一个麻烦事的时候 我告诉你 没有人会喜欢你 就这样 好 谢谢附老师 他们都让你不说话 也是鼓励你 行 来 我问几个问题可以吧 能问几个问题吗 你是我女朋友 我身边都是苏琴老师这样 又有才华 又美丽又能挣钱的女人 我今天要跟苏琴吃饭去 你啊 陪我跟苏琴吃个饭去 来了之后 这苏老师啊 我跟苏老师谈事 你坐旁边去 你觉得合适吗 你回答我 你觉得合适吗 然后我出来跟你说的理由是 你看这个头发都不梳 你跑出来太丢人了 你觉得是尊重和平等吗 对于一个商场来说 九点钟关门 九点二十的通告 其实早就该逐客令了 自觉的 发自内心的 涵养高一点的人 九点二十之前早就离开了 他不会等到那个最后的期限 为什么 因为他知道 别人是需要下班的 别人站了一天也很辛苦的 因为当时还不到九点半 然后他广播的时候 我们就往外走 所以你听我说 我们走到那边的时候 你还在论的是理 我现在跟你讲情 你跟我讲理 我们俩说得清楚吗 这就是他跟你相处的事 我是因为时间关键比较强 我觉得他 我们都错了 九点半以后 来来来 姑娘对不住 不应该在九点半之前 对不住在这个问题上 我错了 我白活了 你是对的 现在的情况下 你是对的 我只是呼吁大家 你在碰到这种事的时候 请你有颗宽容的心 替别人也想一想 仅此而已 我现在越来越能理解小伙子 为什么在争吵当中 只会认错 不敢说理由的原因了 是吗 你就无外乎几种 一种是我懒得搭理你 对我错了 因为是我这个错 其实很简单 我不需要跟你再沟通了 因为我觉得 我没法跟你沟通 我可以很轻松的 这个事就过去了 但是我知道你不能 因为你还是喜欢他的 对吧 所以这里面就存在一个问题 找一个什么样的人 和他结婚 仅仅有喜欢就够吗 你们俩都衡量和判断一下 行了 时间是你们的 带着你那些观念 你往前走 你看你活得累不累 我借薄红老师的话 送给你吧 姑娘 恋爱要谈得放松 生活要学会放松 绷挤了你会很累的 可能感情这方面 经历的比较少 然后对你吧 你 也是可能你感觉不够好 然后再一块 年多了吧 然后我知道你对我挺好的 然后 就 我以后肯定会对你更好 就 再给我一个机会吧 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累吗 回来 哈哈 我有跟你压力吗 没有 那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我 我说你错了 你觉得你错了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回答 yes or no 我错了 行了吗 可以了啊 请回吧 谢谢大位 来来来请关门啊 让我们看看 这对年轻人怎么选择的 请开门 来来来来 姑娘来来 来吧 来 邀请我们的小哈 谢谢 来看下一队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她的异性人员特别好 而且身边有很多男生 走得特别近 我们两个总因为这个事 吵架闹分手 我的职业和异性接触 是避免不了的 她总是想太多 这让我很苦恼 她爱去酒吧 而且经常喝醉 我对这个事非常反感 而且她平时还爱追星 花钱大手大脚 她平时比我花钱还要多 然后有时候还管我借钱 弄得我俩现在 一点积蓄都没有 我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 但是呢 她一直推辞 甚至也不让我见她父母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往下走 她总是跟我提结婚 我一切都没准备好呢 她就总随我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好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张先生 24岁来自吉林销售 有请张先生 王女士 21岁来自吉林舞蹈老师 来 有请王女士 欢迎老妹啊 是你要来的是吧 对 她呢 就是最近身边异性特别多 总有一些异性 给她发微信打电话 有的时候 我俩在一起的时候呢 还有一些男生给她打电话 然后她就直接就挂了 有一次 我就把那号记住了 记住我就给那个男生打过去了 她就因为这个事 就特别生气 然后那次吵架 吵得特别狠 她就直接跟我说 说这 那就分手吧 我有喜欢的人了 直接就这样跟我说 然后每次我都哄她 她就说 就是生气说的话 就说这都是气话 是气话吧 是 没有喜欢的人吧 没有 为啥这么大的气呢 因为当时 其实我是和我同事之间 因为我是一个学舞蹈的 她总是觉得我和谁 就是有一些 就是亲密接触 其实没有 她是自己想的太多了 不是我想的多 她的一个异性朋友 然后去那个超市 给自己的女朋友买衣服 然后让她去帮着试 试完之后 她回家之后 她另一堆衣服回来了 谁知道是那男的给你买的 还是你自己买的 你让自己也爱买衣服 很正常啊 对吧 我出去逛街 只有自己给自己买衣服 很正常啊 咱俩在一起两年多 难道你这点信任都没有吗 我信任你天天没事 你跟别人男生聊天 然后之后呢 我手机 有的时候我手机没电了 我用她的手机 我去订个美团 我订美团的时候 她始终是站我旁边 这个看着 我什么时候订完之后 赶紧把手机抢走了 就很怕我看到手机 多一分钟时间 就感觉像有什么秘密似的 你就说我想查你手机 我想看看里边什么内容 可以完全可以说 我对你是有信任 我原来有信任 但是你现在你动不动就发微信 然后之后跟男生聊天 聊那么久 我还哪有信任 你身边难道就没有异性了吗 也有啊 对啊 那有我也没向你那么联系 联系很正常 那我联系是不是到这里面 先联系的 我有时候我拉着她开车呢 然后来个电话 啪就摁了 我说你接呀 哎呀不接 她在工作的时候 从来不让我给她打电话 在工作室也不让我上去 就有一次冬天太冷了 然后我就上去看了 因为她跳舞的时候 我就看着跟她那个 她那舞伴 跳那亲密动作 搂搂抱抱的 我本身嘛 我都搁上面呢 你当时我打响吧 我觉得工作时间 是工作时间 我觉得你可以说 我就是跟舞伴跳舞 她也不是我一个人 去跳舞对吧 是我们整个团的 都在跳舞 行 你就不说人家工作了 因为人跳舞的嘛 你又是舞蹈 所谓的这个亲戚 因为亲戚 人家觉得就是正常动作 咱们不说这个 下班就做什么了 我跟她说不辞职 我说你别干那个了 我喜欢这个行业 我没有办法 因为你辞职 有的时候吧 她跟她那个同事的关系 我感觉她在乎她同事 比在乎我都多 怎么会有这个印象呢 他们有一次 他们那个比赛 然后之后 那个奖杯啥 全都优到我家去了 然后之后都是 获到付款 全都优到我家去了 那个费用 就将近两千多 那你是在乎这个费用吗 我不是说在乎费用 那你为啥不直接 优你单位去呢 优我家干啥呀 我作为一个队长 我给我的组员 办法奖杯 他也是很正常的 因为我们都是 非常特别辛苦的 那你知不知道 我一箱一箱 我搬到楼上去 我多辛苦 我也跟你说了 我家里也没有人 辛苦你点 我说你帮我搬到楼上去 我说货都付款 或者是我把这个钱 过两时间我给你 本身她下班就晚 还出去跟她喝酒 跟她们那些同事 出去喝酒 这个我们就 一喝就喝很晚 然后说你说 我肯定得接她 她给我打电话接她 我接她呢 从来不让我 跟她一起喝酒 然后喝多 有的时候就吐一车 有时候吐我一身 她呢还有点洁癖 非得让我手势干净了 把车都手势干净 再送她回家 我就得上酒吧里边 上卫生间 一点点擦 手势干净了 再把她送家 送到家里边 四五点钟了 我早上我还得上班 我八点多就得上班 咱俩刚开始在一起 我就已经跟你说过 我说我会平常 做一些坚持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 正是努力的阶段 下班之后 做了一份兼职 在酒吧 做那个酒的促销 就是卖酒 我有很多的 这样的客户 我不得不跟别人喝 所以说她 这个方面 也不是很理解我 她就觉得我去玩去了 其实我是去做 我该做的事情 我只想去用我的努力 去挣这份钱 我不想让别人说 是一个男的养我 或者是怎么怎么样 喝多完之后 有时候还丢冻液 一丢冻液完之后 我就得给她买 本身嘛 现在我这经济 情况就不太好 每月上班 我还得还车贷 然后本身嘛 她还不会存钱 大手大脚 有时候追星 看那个去上海 去看那个演唱会 前段时间看演唱会 连续去两次 两场都看 然后还买着那场 你要是带着我去也行 咱们一起出去溜溜的 一起去 她不带我去 就像躲着我似的 就这样 我是跟我妈妈去的 我也跟她说 照片我也给她 发过去了那天 是我跟我妈妈 还有我闺蜜一起去的 她从来没见过我妈妈 她我就说 我说你俩要是 跟我妈妈第一次见面 是在外地 在演唱会那种场合 不是很好吧 而且我 我闺蜜也没有带男朋友 然后我就跟她说 我说你别来了 然后她到老也去了 我说没法 跟我妈妈见面 我说这是外地 我说你要是 真的想见面的话 我会找一个 合适的时间 和我妈妈见面 现在真的不合适 这票谁买的呀 她买的 那不就完了吗 你说人这干嘛呀 我就行的啥呢 你去的话 咱俩一起去 她就死活不带着我 我也是有点 那啥 怀疑是这个 就是她总说 是我花她钱 其实我没花过她什么钱 就是我喝多丢的东西 她给我买过 是买过 但是都是小 小龄小岁的 大的东西 我从来没用过她 你当时喜欢 这男生什么呀 当时喜欢 就是她的真实 对 她跟就是 挺多男生不一样 就她特别诚实 那她有没有那个 让你怀疑的 什么异性往来 或者是这些呀 没有 就是她有的时候 也出去喝酒 但是她就跟我说 和同事 她也没说跟谁 我也没去再追问 因为我相信她 你是出于信任 是吧 你说的过去都很好 最近不好了是吗 就这些问题 就是最近爆发的 半年吧 那以前咋不这样的姑娘 为什么最近这半年 变成这样了呢 以前到现在 我觉得我从而之中 没变过 只是她觉得不信任我了 她觉得我身边的 异性多了 她可能不信任我 她觉得我外面 可能有人了 她是这种想法 一年半之前 是没有这么多 异性朋友的 是吗 原来打电话 最起码她接 现在打电话 有的时候 人家忙的时候 就直接给我挂了 就这样 就是她一次一次 不信任 就让我很生气 所以我才不想 让她看到 就是你们现在 有人想分手吗 我想但她不想 为什么要跟她分手呢 因为我觉得 情侣之间 就起码连信任都没有了 就没有必要再下去了 所以女生是 甘不利索瘁的 那种类型 是吧 反正你不相信我了 我也不跟你解释了 别废话啰嗦 我走人得了 是这意思吧 那你为啥不分呢 你又不信任人家 产生那么多的怀疑 其实吧 就是一种习惯了 总在一起 我感觉就是 有点舍不得那种 舍不得 所以在你来说 你是希望能有一个结果的 是吧 看她这样 看她这样你也不想了 那人家跟你提出分手 你就分了呗 不是 我最近我感觉她有点变了 感觉真变了 对我这也没有 那些热情了 然后 就是那种感觉 男人那种感觉 就感觉她现在 就已经不在乎了 明白了 人家说 女人的第六感最准 其实男人的第六感呢 有时候也挺准的 所以小伙子 是相信她的第六感 她觉得 哎呀 我被忽视了 我不被关注了 对吧 你是不是在外面 真的有什么了 谈了两年的恋爱 出了这么多的问题 老师们怎么帮助你 我们来听一听 一起进入秋比特奔卷 活红兄 女朋友异性远好 又喜欢喝酒 作为男友当然担心 因为这个畅想空间太大了 甚至可能发生的后果 可能性太多了 作为一个女性 有男性喜欢你 喜欢和你接触 这不是你的错 关键是你的态度 你自己的定位 你们刚才的讲述当中 分明你对这样的异性 是来者不拒 所以男友 如果面对这样的状况 他还心眼大 那是没心眼 性能都不在了 却还要自己说服自己 却还要自己给自己找理由 这是很悲哀的 甚至以后 你可能会后悔的 谢谢 来 苏老师 他们俩今天的状态 我感觉就是在凑合着过了 因为我以为这个男生 这么看着他 这么管着他 是因为特别爱他 但刚才他就说了一句话 他说这不是因为习惯了吗 其实你也挺累的 你早就想放手 在聊到结婚这个话题的时候 你自己内心都在打鼓 因为你们之间的这种不信任 连你自己都知道 这实在是日后的一个雷区 只要一碰一定炸 而且我还特别 可以给你笃定的说 这姑娘一定改不了 因为她才21岁 你所不喜欢的那些生活 恰恰是她现在最渴望的 你们两个人不在一个频道上 你们已经不是一个人生阶段了 所以姑娘其实我觉得 你可以去追求你 浪漫的惊喜的生活 然后我觉得这分开 对你们两个人来讲 未必不是一种最好的成全 因为你们渴望的 不是在一条水平线上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祝福彼此 其实也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好 谢谢苏老师 来 曲总 其实交朋友啊 是你自己的权利 也是你的自由 但是交什么样的朋友 什么朋友应该交 在判断的过程中 就看你是否考虑她的因素 她在你心目中 是否有威慑力 也就是说 你在交某个朋友的时候 你会觉得 我不能跟她走得过近 因为我有男朋友在 她会介意 如果你充分考虑了 她的感受的时候 其实那证明你心里有她 但现在呢 其实你已经蛮不在 因为你过分的强调 那是我的自由 同时 你说过这么一句话 说我从来没有花过她的钱 当然后来修正成 没花过什么大钱 言下之意是什么 我不欠你什么 我随时可以走 因为我是一个自由之身 你的自由之身 来自于你的自由之心 随着你的交友圈 你的工作圈 在不断地扩大 它已经被你这个圈子 甩得越来越远了 所以说如果说你要追求 自己的自由 又不甘心为他 去放弃掉你的权利 那索性跟他来一个明白的 这个孩子 他是有优点 正是你割舍不了的 但是做人不能那么贪婪 你要了那个 就一定要放弃这个 只有舍才有德 但未见得 你跟他在一起 你就会快乐 寻找一个真正 让自己快乐的 那个方向 还要听自己内心的 这种声音 好不好 就这样 好 谢谢曲总 来 图老师 都在说自由 的确每个人有选择 自己生活的自由 但有些女生的这种自由 我就是看不惯 不染点头发 好像就不时尚 不喝点酒 好像显示不出 自己有多潇洒 对吧 不跟异性保持一点暧昧 好像就彰显不出 女人的魅力 是 又要受到自由 你可以染发 你可以怎样都无所谓 你是有这样的自由 但是说实在的 作为男朋友也好 作为年长于你的人也好 都希望像你这样的年轻人 应该是朝气蓬勃的 不是动不动 染个头发 然后化个烟熏妆 偶尔喝点酒 甚至还叼根烟 然后觉得那样的日子 好像就是青春向上的 但是就你这21岁的年纪 你想过两年 你就凋谢吗 你就想枯萎吗 你既然喜欢跳舞 就保持好一个好身材 锻炼好自己的身体 有规律的生活 所以我其实根本不想 谈你跟他之间的问题 我只想看你如何继续 自己的生活的问题 如果你根本没有一个 健康的生活 和一种健康的生活节奏 你别说谈恋爱 你做人都难做 你不知道你的危险 危机四伏 你的生活是没有色彩 没有充实内容的 所以先把你的日子 过正常了再说 至于爱心不爱心的 以后再说 哥们儿你架不住他 就现在这样的样子 你每天会被他烦死的 就是你的生活价值观 跟他不一样 你是想过自己的小日子 存两个小钱买套房子 你是想过这样的日子 他不是你想法当中的 那种爱人 他不是不是正儿八经过日子 至少现在他这样不是 知道吗 当然你也有选择你的自由 你可以选择等待 你可以等待他 华丽的蜕变 华丽的转身 那也是你的权利 只是这样的时间很漫长 你做好时间准备 姑娘记得你才21岁 现在赶紧把自己 收拾得好一点 过一点阳光的生活 好吗 就这样 好 谢谢图老师 至于爱情 你的直觉是对的 为什么说前一年半没什么 而这半年突然觉得有什么了呢 他变了 什么时候变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在想 别说他了 天天把曲总这样的人 搁在酒吧里 待个一年半 是不是也得有变化呀 所以你愿意继续跟他就 你说我因为爱他 我愿意跟他一起走出来 OK 你就跟他一起走 你帮他走 你说其实已经没了 你就大大方方地走 女生要不爱的话 直接跟男生说 对不起 也没有什么对不起 因为毕竟都相爱过了 就是我不再爱你了 我有我的生活选择 我们再见 别再拖了好不好 希望你可以理解我 毕竟 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不一样 我 还是想好了 好去好散 希望你成熟点 快点长大 改变一下自己 我会的 再也不会遇见第二个我了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来 请关门 来吧 请开门 看看他们的选择 女生最后这句话说 好聚好散 说得好 希望你们都能够迎来好的生活 充满阳光的生活 而不是暗夜 祝福你们 未来的生活 能够相对地顺利吧 没法祝他们开心 因为对他们来说 可能或多或少 内心都有一些遗憾 和不忍 好了 祝你们好运 有网友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四五年了 我跟他姐姐 关系不好 本来没什么的 但是一到夏天 他姐老是住我男朋友房间 虽然是打地铺 但我心里很不舒服 他姐也知道 我很介意这件事 但他还是这样 他姐房间没空调 我男朋友的房间有 但是天气也不是多热 吹风扇也热不着 我觉得虽然是亲人 但一些事也要避讳一下吧 毕竟呀 他现在只是你的男朋友 你还没有嫁给他 所以他家人的一些事情 还是需要他去解决 越界的事情最好不要干 因为做多了 伤的就是自己 祝你幸福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